最想有的就是被動收入 財務自由 股票每個月收回來的現金流入有多少 我一年有七位送 譬如你XX也好XX也好 一收入場費很便宜 息率又高 我們也可以自製一些這些 歡迎收看銀行二流作 今集繼續有紅磡梭羅斯 Hello,Goria Hello,大家好 今集我們的話題就是現金流和月供股票 先說月供股票吧 好 去年你來分享過的月供股票 你分享過的好像跌了很多 都是的 我有檢討的 今天有一個更新的版本 檢討我放下把刀吧 好 今天我們有一些 因為我去年 我記得我來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說一些什麼比較月供的股票 譬如是騰訊 港交所 然後是滬芯300ETF 其實我當時一直都想 當時一直供下去都沒什麼問題 經過去年監管之後 其實我自己有深思過 我自己想過 有時候始終 你說科技股也好 其實它都是有一些週期的 所以我現在傾向月供股票 當然我現在持續都有公的騰訊 港交所也繼續供 以及滬芯300ETF 我也繼續供 但是我覺得改良之後 我覺得應該找一些股票 是更加多供在類似港交所這類型股票 為什麼呢 譬如你港交所這類型股票 相對於你賺一些股票供的時候 是它隨著經濟增長 或隨著錢會永遠向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 譬如你在股市上面 如果你買股市你一定相信資本主義 股市一定有牛市一定有熊市 不會有永遠的熊市和永遠的牛市 港交所這類型股票是靠著市場 只要每一次牛市來 它就會創新高的股票 成交就會創新高 如果我們供一隻股票 你知道它未來的年期 一定會有一個再創新高的 其實在現在供下去 你賺錢的機會率大一點 因為始終好像我自己的愛股 就算騰訊也好 或者中海也好 始終有時候有些週期 例如我供完十年之後 到我要收成期的時候 原來這個世界不用社油 可能用了另一種替代能源 或者你供一隻品牌股 可能當你要收成的時候 可能這隻品牌已經不受歡迎 可能前幾年某些運動品牌很受歡迎 可能過多十年之後不受歡迎 但是港交所它的特質 第一是獨視生意 第二是只要你隨著成交 隨著股市一路運行下去 它中會有一天會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改良之後 我覺得看多些這一類的股票 其實月供股票會不會是 就是新手投資者最好的選擇呢 又或者我剛剛想月供股票 其實我最應該適合供些什麼呢 我覺得供些指數ETF 這是相對簡單 但是因為始終有時候 你供指數ETF 你可能的回報 對於未必可能很足夠 我覺得可以供一半 可能作為新手 供一些指數ETF 之後再供一些 譬如我自己喜歡選的港交所 或者你們喜歡選一些類似的企業 剛剛你說到譬如騰訊 或者一些資源股有週期 除了港交所 還有哪些股份是 是若週期勝和 很適合去月供 如果你說美股的話 我不知道香港是否可以月供 其實美股的話 好像我之前一直都拿 我上年也是靠這個 上一集也有說 靠這個翻新 好像一些煙草股 甚至乎這些 這些對於經濟好不好 或者大家可能都要對於煙草 有一定的需求 我覺得這一類的股票 即不是很受經濟週期 還有它似乎 前景是一路可以滾下去 只要有人的存在 它就會繼續滾下去 那類企業 譬如美股 我自己看 煙草股我覺得挺不錯 但會不會擔心 譬如現在香港也有一些 可以食煙的地方越來越少 可能環球的健康 那些議題 都是大家會越來越熱意 擔不擔心 如果供這些股份 一日禁煙 整間煙草公司都沒了 這件事你講的 當然擔心 我覺得作為個人投資者 如何解決 再供多幾隻 真的真心 我覺得有時可以平均化 再供多幾隻 但我個人目前看上去 我覺得譬如廣交所 或者煙草公司 甚至最簡單 再供指數ETF 其實我覺得挺不錯 我之前身邊 有些朋友也有跟我說 有供下 有供下滙豐 或者供下廣交所 但他們都在最高位的時候 不是最高位 可能供到某些位 覺得價錢高的時候 就覺得我不想再供 因為很高 其實月供應該有 有沒有什麼策略 還是我一月供 我就要供下去 我覺得月供之前 第一件事 你供之前當然要想定 就是想定你供這隻 還有我覺得年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譬如 好像Goria 你20歲 譬如你說我想 我供一個目標 譬如30歲 譬如我供10年 甚至乎我供 我供一個25歲 我供5年之後 我想獲得這塊 我覺得就是選擇這個年期 因為如果你說 因為你月供可以 其實你對股價 你的敏感度不高 因為如果你知道 什麼時候是低位 或者什麼時候是高位 那你直接買股票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月供 月供就是我看好這隻股票 但我不知道哪個位買好 或者我想用一個平均成本法去買的話 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用的年期 我覺得會簡單一些 或者你有一個目標 譬如我供5年 我要做一個小目標是什麼 這種想法會比看著價格去動 不如現在我們說一下現金流 我們個人投資者 或者我們普通市民 最想有的就是被動收入 財務自由 怎樣做到呢 我覺得每個人 除了你是成哥的兒子 如果不是 我想每個人都要透過 第一件事最簡單上班 上班有一個儲蓄 一開始有儲蓄 一開始每個人都一樣 一定有儲蓄 有一個本 可能一開始的本勢也不要緊 你都可以透過投資 去錢賺錢 打工就是我們的主動收入 因為我要付出我的努力 你看我每天都對… 其實你看我每天都跟你們富途 每天都跑山 每天都在這條開戶拿 你的投資如果賺到錢 再拿去買一些有適收的 股份也好 債也好 甚至乎人們賺很多錢買樓收租也好 總之要找一些有現金流回來的東西 但我覺得作為個人投資者來說 買股票是相對容易的 因為很多時投資債券 或者投資樓的門檻比較高 現在你透過股票 每個月收回來的現金流有多少 我一年有七位數 七位數 因為我始終… 你知道我年紀 都做了這麼多年 我有一件事挺好 就是我賺了錢 很多人賺了錢就會淺滾錢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08年那件事 我都知道 如果一局輸的慘況是多慘 所以我現在傾向一賺錢 就去建一個地基 就是就去將夠錢買一些證股 拿去取現金流 我有時都… 就算我下一次看錯了輸回的話 其實我也是輸回同一個註碼 就不會說我賺完錢 連起初頭的註碼 一次的年本帶來又輸回了 所以我現在就不斷地去儲 那現在你覺得 最理想可以有現金流的股票 其實它的息要多少 才是一隻合格的收息股 我覺得現在的要求越來越高 譬如去年你問我 我覺得4厘樓上已經很合理 因為大家真的都… 因為息比較低 你現在都知道我們這一刻 美國十年期國債都去到3厘4 如果說真的3厘4的美國國債 如果你去買一隻收息低於3厘 那沒有意思的 最簡單的銀行你都可以拿到3厘多 那我起碼我覺得現在你要… 通常人家計算2倍 那2倍如果7厘 我覺得它很難運 我覺得6厘留上 因為始終我們要冒住 一間公司有風險 即是無論它派息風險也好 經營風險它始終都會有風險 雖然它有些收息股 所以我覺得息內起碼要有6厘以上 其實通脹環境是有利收息股 還是其實什麼情況之後都應該買收息股 我覺得… 應該這樣說 你不要理會它是通脹還是通縮 收息股是一個… 你不一定要當收息股 你一個現金流的概念 是當你資產組合的一個很重要 甚至乎我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有玩過大富翁嗎 有 我們譬如跟你玩大富翁 有時候你知道大富翁每一圈 你都會有錢收 有時候你特別玩到中段的時候 如果你玩得比較差的時候 可能別人的朋友全部都起了樓 你每個圈踩下去你很害怕 最好坐牢 你一邊走一邊走 但每走到快要過一個圈的時候 你會很開心 因為一個一個圈你又有錢收 那個東西就可以幫助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無論是通脹環境 通縮環境都好 我覺得任何時候現金流這件事是多重要的 其實你去看一個例子 譬如金融海嘯 很多企業甚至富豪都出了事 但你見我們的誠哥 我們尊敬的誠哥 永遠都沒有事 因為它的現金流很強 它有不同的行業 它有分散 我們個人投資者當然不可以成哥 有一個龐大的生意帝國 但我們可以做一些 可以買一些不同行業的收息股 還有香港你很多 譬如你中行也好 建行也好 一手入場費很便宜 你的息率又高 其實我們也可以自製一些這些 我們買這些股票的時候 需要看周期嗎 我覺得不用看周期 我覺得反而你注重穩定派息是好一點的 都是回到一開始的概念 就是你當它 就好像玩大富翁 你不是投資每一個地皮的 你當它是每一個圈一行 那你可能有200元 如果你譬如你買多幾個 可能走一個圈有400元 那你這樣去 你起碼耐捱 所以為什麼我上年的熊市 除了我最主要的東西 沒有做孖展之外 我覺得都是靠著這些現金流 去頂得過熊市 除了投資 你還有其他的收入來源 是的 幫我這裏附圖開個戶 用我的連結開個戶 我便有被動收入 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是有一個YouTube頻道 你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幫你賺錢了 都是的 其實都 每個月都 其實加上觀眾朋友的支持 打賞 其實都不為傻的 不為傻 對一些被動收入來說 或者一些持續的收入來說 都很不錯 是的 都挺不錯 我現在覺得現在 新一代 我以前都沒有想過這些 都去做一些被動收入 我覺得現在 其實無論YouTube頻道 或者是不同的頻道 其實我覺得機會多了多少 做一些被動收入 難不難走呢 這條路 或者你初頭要捱多久 你才捱到一個 成為一個有收入的YouTuber 我想我捱了都做了差不多半年左右 半年 其實都挺 我覺得初頭無論什麼 一開始一定是困難的 只不過你走到一個步驟之後 其實你都挺容易去處理 那譬如你初那半年 你每晚做Live 但是你初那半年可能沒有什麼錢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想放棄 那一定會有的 而且那時候觀眾少 就是你一定每個人都會想放棄 等於跟投資一樣 很多人都說 都說一開始我投資本金少 然後都好像投資也沒什麼意思 但是你沒有一個開始 其實你都沒有辦法 你都要嘗試去做 有沒有一些其他增加額外收入的方法 可以介紹給觀眾 想牛口圈看資料 不是的 有時候我覺得是 利用一些空餘時間 真的找多些資料 我覺得投資市場 我這個時候我也想猜到英Sir 他經常都說 沒有事不如我自有記不如人 其實我覺得每個年代 其實都是有機會的 你好像去年一樣 你蜜蜜蜜已經是一個 不是說現在 你去年蜜蜜蜜已經是一個 如果大家有研究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市場 再去年的Tesla 就是你電動車的市場 甚至今年好像這一派的中資股 其實投資市場 我忘記哪一個名思 其實某個地方都是一個牛市 好像你說油價 如果你說這一兩年你投資資源 其實也是差 只不過你去找不找到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要找一些被動收入 我覺得都是利用一些時間 真的要做到一些資料 還有現在 譬如你牛口圈那些 其實你找資訊 對比以前容易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我經常都抱住一些 牛口圈 看看一些資訊 去找一些 啟發一些 短菜的靈感 你是不是又想放一條開戶引擎 如果可以的 我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最好下面可以置頂 剛剛說到你有自己的YouTube帳戶 你同時也是一個網絡控引你 很多投資討論你 都有不少一個評論 他們質疑你 因為你其實有不同的倉 他們質疑你 你哪是真倉 把錢射來射去你的倉架 不是的 這件事我可以回應 我想我那時候 為何這麼多人會認識我 我不要說第一個 我算是一個早期 我肯好嘗試 我是月結單的 公佈 有時你說 可能每個人說 今天有張牛口圖 明天有張牛口圖 你可能可以選擇性發出 你月結單 這些相對之下 是一個持續性 我自己之前也嘗試挑戰過 我在一個上網 都試過一年半 每個月 買之前也有一個買賣單 月結單公佈一年半 當時的回報 我記得當時 應該30萬開創 都賺了200萬左右 大家可以去我的Facebook 現在還有沒有繼續開真倉 這個我去到去年 去年12月就結束了 知道為何結束了嗎 不是嗎 因為 富途免勇 我轉來富途 哦 你可以在我 用我們的開 都可以的 我下次也準備一個 因為之前我開的那間 勇比較貴 其實中途去到 去到一半的時候 其實我都想轉 因為你始終 我都嘗試做這個挑戰 我免得 有人覺得 你是不是中途有甚麼 我就直接做了一年半 即到12月31日 全部都做完了 那我才轉 其實勇金也挺貴 嗯 所以去買股票 真的要找一些免勇 記得用連結 好 今集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下次如果有其他話題 再請洪環索羅斯上來跟他們談 好嗎 好啊 好 走之前記得要 Like Subscribe 還有你最喜歡叫觀眾 Comment 為何要Comment 因為這件事 可以令到Youtube的大數據 可以幫助富途這個頻道 大家記得 Like Subscribe 還有Comment 是的 Comment很重要 那我們下次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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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